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市民減少外出用膳 餐飲業生意受到衝擊 由餐廳調整策略 加強銷售食品和方便送包 亦是發掘相機 這間在上環的素食餐飲連鎖店 一半是餐廳 一半是食品超市 限聚令下 餐廳可以經營的地方少了一半 每台亦不能多過四個人 生意大跌一半 不過外賣就多了 亦都多了人在家煮食 售賣植物肉和食品的超市 生意反而升超過一半 以前可能來說 餐飲可能佔三分二 現在可能是零售佔三分二 但總額其實是跌了 只不過比例上 現在自然買完東西走 馬上拿回家的人是多了 餐飲是最低潮 但是超市的需求又變上去到最高 我們在自己店鋪裡的零售部分 或者我們把這些產品 帶到更多的超市 其他零售渠道 各位朋友 今天主要的菜式就是 神豬肉 仰廳 他們以往在多間分店示範 促銷產品 但現在人群不可以聚集 要轉為網上發片 他未來過店鋪 他都有機會可以吸收這些資訊 本身走開街市 做超市場買到我們產品的朋友 本身都是有一些煮食的基礎 他看幾分鐘 其實他就已經學到 而油麻地這間社企餐廳 在疫情下生意跌了八成 為了開源節流 原本提供的餐飲度會服務 下午茶和晚市都暫停 為了開拓生意 他們售賣可以回家烹調 搭配好材料的方便送包 生意反而上升五六成 可能是一些有機菜包 或者一些老師傅製作的產品 譬如一些汁醬 買回家製作 配搭上就多了 鼓勵了 亦有這樣的需要 大家留在家裏 那裏都會令我們多了一些訂單 以逆市求全就要改變營銷策略 疫情之下 不少餐廳都加強外賣服務之源 甚至開設網店售賣各種食品 無聲電視記者曾經報導 幾乎不懂 北京 小日